为了留住TikTok 智杰花了多少钱去游说美国政府 先说答案 去年花了870万美元 差不多6300多万人民币 今年第一季度花了270万美元 差不多1900多万人民币 这还不包括广告的头发 好了我知道你肯定不信了 苏黎你能严谨点吗 沾嘴就来 TikTok既不是上市公司 也没有自己公布过 你还这有邻有诊的呢 别逼我举报你啊 等会儿 TikTok不会说 但是美国的法律规定 所有进行政治游说和捐款的资金 必须上报啊 哥你可别瞎比报啊 来先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个是智杰跳动 在过去五年和今年第一季度 在美国政治现金的增长图表 靠谱吗 必须靠谱啊 大家都知道嘛 老美那里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制度 就是游说制度 比如说你这个机构 或者说团体想跑跑政策 因为咱们的话说跑政策 那你要找相关的机构 或者议会议员吧 好那可以了 也知道你们会花钱 但是你这个钱不能私底下给必须公开 而且不能自己来必须要有专门的游税公司去操作 所以这些给的游税资金都是公开的 然后老美呢 有一个机构就做了一个网站 看到没有 人家的logo上都已经写了 中政治现金里边呢 包括总统选举两个候选人什么之类的 包括现在弄了多少钱 还有啥一元选举捐了多少钱之类的 什么相关的数据都有 包括这些钱的去向等等 比如说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现在的美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上一个选选年份 分别捐了5000多和2000多美金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这两个候选人钱都花哪了啊 可以留言给我 我再给你们单独扒 说回来 你想TikTok这两年在老美呢 那么火对吧 他们那么扒 他能不去扒这个游税之间吗 那必须啊 看到没有 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呢 花了2.7美元 也就是270万 而去年的全年是870万 我琢磨呀 这今年第二季度应该花的更多 不过数据呢 还没有出来 而整个这五年总的加起来 TikTok花了多少钱 在和政府的游税上面呢 从19年到现在 一共是花了2390多万 差不多1.7亿了 多吗 你以为多啊 毛线哦 我又看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数据 就是Meta的游税资金 因为把TikTok搞废了 他们是最得利的嘛 他旗下的ins和Facebook都快被打扑了 是吧 仅仅今年的第一季度就花了760万美元 而且还被华盛顿邮报调查出 他们早在22年的时候 就给一个共和党的咨询公司 花钱去宣传TikTok有问题 对吧 就黑你 也就是负面嘛 其实啊 从这里也能看出来 他们这个机制呢 就是你给钱 然后有专门的咨询机构 帮你去游税 至于方法肯定五花八门 这个钱呢 必须属于透明的 当然我相信百分之百 有那些咱们不知道的钱 就是不透明的钱 流到某些关键人 或者机构的口袋里 只看一样的事太多了 比如像前几年 川普的女婿发国难财之类的 所以你也别太催他们这个制度 但是挺有意思的 看到没有 你说中国企业要出海 哪那么容易啊 就这啊 送钱还送在民主 私底下的单算呢 真是哭笑不得 好 这个是明面上自己花的游税的钱 私底下有没有 我就不知道了啊 当然了 除了游税还要打广告的钱嘛 老民呢 做个啥不得打个广告啊 这个也有数据啊 这个公司就专门做这个事的了 他们就发现仅仅今年到4月份 就花了450万美元去打广告 这还是第一个季度啊 估计全年下来 每个2000多万美元的广告费 那是打不住的啊 而且呢 这个还是以公司的名誉 花出去的钱 他还有背后的股东 通过私人的关系 捐出去的钱 比如我在上一个 把TikTok股东的视频里 说到那个海纳基金的老板亚斯 他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呢 给一个叫做增长俱乐部的 共和党组织捐了1600万美元 而由这个组织支持的议员 就很明确的说反对封禁TikTok 当然了这1600万也不一定都是TikTok这一件事了 这个就不太好统计了 我也看明白了 有话语权呢 是议员嘛 但是议员背后需要资本和机构给他花钱 至于能起到多大作用 我估计还是看钱给的到位不到位 是吧 而至于TikTok这件事呢 现在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事 肯定最终的博弈也超脱这些议员了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讲 好了都看到这了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如果你对TikTok的事件感兴趣 也可以来帮我关注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各方面的消息和相关的八卦